各位早安,我是汪,看我就是汪 今天天氣變冷了,因為會下氣無無細雨 所以大家出門前要穿多件衣服 今天汪說的題目,其實有很多事想說 講一下澳門未來 每一個時段都有澳門未來不同的看法 也有跟朋友討論過澳門行不行,能不能行 最近亡金廳倒閉了,應該有很多財源 失業率到4.3,實際到7都不一定 總共的因素,澳門會變成電嗎? 樓價會變成電嗎? 未來的經濟市場又會變成電嗎? 加上珠海經濟,珠海爆發了,疫情已經第二中了 現在珠海去坦州,全部有48小時核酸 加上珠海富華里都封了 阿旺有些朋友都在隔離,隔離14天 這個又有甚麼影響呢? 加上香港現在的疫情還未穩定 可能以病毒共存 這些種種會否影響澳門的樓價發生呢? 澳門的樓價會否插碎,吃下跌呢? 對未來的社會,未來的經濟會否變成怎樣呢? 而你們又是否在等待減便減錢的樓呢? 黃毅一分析一下 很多人說現在失業率高期 很多道廳倒閉 很多樓價下降 你會見到一些以前可能見不到的價錢 可能最近975呎的金峰 至低於成價價兩成976萬出售了 是否市民紅方式交售呢? 其實阿旺就這樣看 其實澳門也是一句 噴者越噴富者越富 其實有很多都是炒家 那他平放出來的那些 其實都是很久很久以前買的 第一股錢 好像阿旺現在有個客人 其實他很久以前買樓花 買回來都是一兩百萬 其實現在已經升到七百多萬 是七百八萬 其實中間差價產了五百萬 他真的算價平價 六百萬塊 其實他也是賺了四百多萬 其實有什麼影響呢? 可能有人說失業 澳門一開始面臨的階段 那賭場臨立 其實如果賭場越好 其實澳門的 怎麼說呢? GDP當然會越好 它的物價都會上升 我覺得這個疫情只不過是暫緩了澳門的升速發展 如果今天澳門升得越厲害 升得越快 升得越可怕 我覺得 你會更加買不起樓 因為現在的樓價真的越來越小 而它的車價基本上到萬多元 好像上聯都萬一元 最近出了一個新樓盤叫順敬軒 其實都炒了一萬元 成交了一間一樓九千二元呎 三百多呎的開放式單位 那你們又怎樣看? 會不會真的定不順 真的有人定不順 但是定不順的人 可能是高薪後職 賭場越入兩萬 那些開始炒人 但是人工高 你會不會再做一些低下的工作呢? 可能保安員、清潔、送外賣 不會 所以其實會搞到失業率繼續持續高期 其實如果有些人填補勞工的空缺 什麼都肯做的話 其實我又想 失業率真的會不會去到這麼高呢? 經濟是否差成這樣呢? 那當然啦 每樣東西有好有壞 不好的方向要想想 好的方向要想想 可能阿黃經常想的好的方向 其實阿黃都建議大家 你真的有多餘的錢 那你就留住了 你真的很需要去換樓 去買樓去住的話 其實阿黃覺得 都可以入手的 你可能說 你的價錢 起碼不可以貴過市價的一成 要不就平手 要不就便宜一成左右 其實阿黃覺得都可以入手 因為始終澳門的人太多了 除非澳門以後不搞道場 你就看不到未來 其實澳門一天有道場 一天都有升值的設立和升值性 好像香港沒有賭場 香港電壓上面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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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一個金剛重心 澳門有賭場 這個是兩個特別行政區的特點和特色 你可以說軟天猶人的 或者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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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不介意你這樣講 但是我始終覺得時間會證明一切, 疫情不會永遠都是疫情 如果永遠都是疫情的話, 其實今時今日澳門真的倒塌 不單止你倒塌, 是全世界都不行 因為很多人買了樓, 他們供樓, 我買了一層600萬的樓 所以澳門樓價真的不會跌, 無論如何都會控制樓市 如果控方式拋售, 阿旺覺得澳門經濟起碼最少倒退20年 其實會不會讓他身體倒退20年呢? 這個就是要離地自己去想, 其實大家都是成年人 大家都有是非之心的, 其實你都有辨別很壞和甚麼 如果今時今日你真是相信阿旺, 在低價的時候搏一局 其實當你經濟好的時候, 會升上去的時候, 其實你已經賺到第一頓金了 如果你因為不相信阿旺, 只要留一點錢, 沒所謂的 最重要的前提是你有樓住, 或者你說, 為什麼我不買, 我現在租 租都沒問題可以隨時找我買,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租金市場是真的便宜了很多 因為真的少了老公主, 但是, 你不要跟我說租金市場少 很厲害, 尤其是澳門四間大學的內地學生 基本上, 現在的租金市場全部都被他們霸佔了 他們不說家, 一炮那個比 在那裡, 用金都實足, 阿旺這方面都非常開心 所以大家可以… 想想這方面, 始終你幫人供樓和自己供樓是差很遠的 其實現在有很多樓都很值得大家去買的 起碼疫情可以大劈架,劈架不可以大,有些業務真的沒什麼害怕 始終他們幾層樓不休息不休住,我覺得真的可以去劈架 但如果你說很大劈架的話,那就要看單位了 跌不跌其實在於理念體,你又沒有這個能力 如果你沒有能力,永遠都是怨天由人 這個世界沒有這麼多埋怨,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努力 都有每個時代的終結,如果你真說澳門所有的樓價會跌 其實第一次全人類清滅計劃,報上你真的會跌 但是都不會有可能發生的,都是會留意阿王說的 喜歡聽的,不喜歡聽的,隨便訂閱 阿王今天視頻到這裡,有興趣的訂閱和按讚,拜拜